Hello 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集會介紹一下八威亞泰176 今天市場向下跌少少 都是21000點附近徘徊 八威亞泰今天價升兩漲 突破小前高 並且最終收盤價暴力加中線流上 三月出擊QX線已經上穿中線 成交量是近期最多的情況 最終手指標也是由藍帶開始轉黃帶 其實今天在即市直播的時候 也有提及到股票 為何八威亞泰今天會出現一個價升兩漲的畫面 並且突破機會比較高 平時如果是炒開即日市的同學生 消息面的留意就尤為重要 看看資訊方面 其實這隻股票在今天早上7點多時 已經發佈了第一季報的業績 同比增長是接近三成的情況 通常有個好消息的情況下 再留意一下近期這隻股票的走勢 其實這隻股票由三月中到五月頭 已經橫行了一個半月的時間 還有這隻股票在之前由一個跌勢 在近期來開始炒起來 有時候可能錯過了突破機會 或者可能那時候比較追高 因為那時候的出貨也是有趣 三月出現見定 何時去買回位置是最好的呢 不用心急 其實一路回內過程中的時候 你會發覺近期19元左右 是出現過吸醜的 並且當時有些比較明顯的 底背池三月出擊的訊號 試過幾時19元位 依然繼續徘徊 如果仍然沒有入手的同學 可以選擇突破之日的時候去入場 好像今天這樣 出現一個你好消息 早上7點多時 第二件事是突破小錢高 那下為最佳買位 今天的小錢高的話 偷步一點的 前幾天的高位 20元2.5元 今天早上一開盤 都已經剛剛20元2.5元 剛剛是突破小錢高的位置 出現裂口 即日的升幅都是11% 那今天為何去到11% 就開始沉 一來11%左近的位置 是250天線的壓力線位 亦都是小錢高位 那今天相信進入的同學 大部份應該都有一段的升幅 就算今天沒有入場 也不要緊 越接近前底位 我們可以下次再撈底 這種吸醜三月出擊 是碰底或者底背池 那步驟會更好一點 安全性會更高 好了 今天關於巴威亞太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